你 DIPEHTA 卡哈 没什么交代 看看 我有 analy溃 印度小镇 女孩失手杀害了 侵犯自己检察长之子 面对撇不开的嫌疑 和残酷的私刑审判 她将如何脱罪 又能否全身而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今天带大家戏片一部 《豆瓣8.5分》的 印度犯罪悬疑佳作 误刹满天计 男主为节 小学四年级毕业 没什么文化 但酷爱看电影 尤其是动作犯罪片 在办公室一看就是一天 对电影剧情和拍摄细节了如指掌 总能运用电影中学到的知识 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当地正在盖一座新的警察局 警察们无所事事 街上到处游荡 他性格耿直 看不惯这些混混一般扰民的家伙 也因此跟老高结下了梁子 村民们都对老高近而远之 韦杰却表示 我们为什么要怕警察呢 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 为人民服务的吗 韦杰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温柔贴心 一家四口时常出门自驾游 到城里买买逛吃看电影 亲密无间 其乐融融 直到10月2号这天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大女儿小安在参加夏令营时 认识了一个爱拍Vlog的 官二代山姆同学 山姆对小安起了歹念 偷拍了她的洗澡视频威胁她 今晚11点 你家后院不见不散 否则这视频就会刷爆朋友圈 10月2号 清盆大雨的夜 山姆赶来私会小安 准备一斤方泽 没想到 无助的小安竟然叫来了母亲 母亲恳求山姆删掉视频 不要毁了小安的一生 山姆不但不听 反而对母亲也起了色心 此时 修奋交加的小安 从后面悄悄抄起一根铁棍 准备打掉山姆的手机 不料一棍下去 失手直接抱头 把山姆当场击毙 慌乱的母女二人赶紧给维杰打电话 维杰依旧在办公室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 无奈之下 母女二人只得麻布裹尸 将山姆抛尸到院子中间堆肥用的土坑里 冒着暴雨填上了土 被吵醒的小女儿看到这一切 心灵受到了万点暴击 第二天大早 也就是10月3号 维杰回到家 家里到处是泥巴脚印 一进门 女儿痛苦地扑到父亲怀里 讲述了昨晚噩梦般的经历 望着填满的土坑 维杰陷入了沉思 如果我们昨晚报警了 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我们报警了 小安的生活就毁了 母女二人还沉浸在后悔和自责当中 维杰却开始酝酿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 他清理了犯罪现场的手机碎片 有关用SIM卡追踪定位锁定嫌疑人的画面 于是小心翼翼地包起了SIM卡 山姆的黄色轿车停在附近 维杰拿着钥匙准备把车开走 却被远处执行任务的老高看了眼侧颜 维杰开着小黄车一路翻山越岭 脑海中飞快闪现着电影中 汽车翻滚毁尸灭迹的画面 路过一处桥洞 看到一张大师讲经的海报 想到妻子曾告诉他 10月2号3号 高马颜德大师在省城讲经 维杰心中的计划慢慢成行 市区 维杰买了部新手机 把SIM卡装进去 擦干净指纹 把手机扔到了一辆卡车上 再开着小黄车到达一处废弃的矿坑 坑中有积水的深寒 停车 四下观望确认无人 将车一把推入坛中 小车城湖的速度很慢 坑边竟然来了一个人 维杰赶紧躲起来 好在那人一直没朝这边看 小车沉底 那人只看到了一串泡泡 一切有惊无险 办公室 维杰告诉助手 明天他要去听大师讲经 助手觉得维杰今天面色凝重 有些不正常 维杰赶紧放松表情 抱了几句粗口 助手这才消除了疑惑 回到家 妻子告诉维杰 山姆是检察长的儿子 警察检察长辣姐 警局的大boss 这女检察长手腕比男人还狠辣 不仅大玩刑讯逼供 还动不动去威胁 把人绑着石头成糊 就这样一个吃人的怪物 弄死了他儿子 这可要怎么脱身 维杰洗完澡 一脸放松 笑意盈盈 妻子不解 你笑什么 你不紧张吗 紧张什么 那个男孩 哪个男孩 山姆 哪个山姆 我不认识任何山姆 而且也没有男孩 走进过这所房子 从现在起 我们就这样说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恐惧和紧张 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今天我的助手 都能看出我的不对劲 更别说其他人 所以咱们要忘记 发生的事情 一切保持正常 汽车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不会告诉你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别去想这些事 收拾好行李 我们明早就离开 去哪 我们必须去其他地方待两天 换一下环境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 如果有人问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说去参加 高马严德的奖金 10月4号 辣姐跟丈夫 讨论失联的儿子 此时二人只是觉得 儿子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维杰则带着全家坐上了去省城的公交 冯仁就说自己此行是去听大师奖金 奖金现场已经在清场了 他们还是来这里走了一遭 坐了一坐 接着一行人住酒店 点外卖 去餐厅看电影 全城所有的消费的发票都打赢了出来 但维杰悄把他们全都丢弃了 当晚又下起了大雨 一行人回到了家 经过一天的放松 心头的阴云并未散尽 后来 辣姐总算意识到儿子失踪了 开始派人调查 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 惊慌失作的小安几乎崩溃了 还好维杰及时地挡在了小安的面前 短暂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父亲的背后 小安哭成了泪人 自责和恐惧挥之不去 小安时常被噩梦惊醒 维杰也继续刷片 恶补着反侦查的知识 老高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维杰 但只是一种纯粹的感觉 事情的转折 发生在一对父子 跳到矿坑潭水中游泳的那一刻 陈潭的黄色轿车被发现了 辣姐亲自来现场勘查 估计城湖的时间应该是三周之前 没有见到儿子的尸体 辣姐暂时还不怎么慌张 根据手机号可以确定 山姆最后的通话时间 是10月2号下午 最后出现的地点也是当地 看到黄色的轿车 老高立刻想到了维杰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做了一个鸡贼的实验 餐厅里他抬高嗓门说话 故意让维杰听见 说完维杰紧张地朝老高望了一眼 这反应正是老高所期待的效果 维杰也注意到了自己可能露线 赶紧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高迫不及待地把发现分享给领导 领导只是训斥道 不要因为你跟维杰有私人矛盾 就把他拖进这个案子 我刚提到车他就感到不安 我打赌他 他待会一定会因为担心而回头看我们 维杰的确在纠结要不要回头看 但他还是忍住了 然后呢 别瞎比想了 回到家 维杰继续跟孩子们进行着盘问演练 复习着10月2号当天 假想听经的经历见闻 他提醒孩子们 警察可能会使用很恶劣的手段逼供 但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不改变供词 死不认罪 他们是找不到任何证据的 老高不服 持续向上级东哥反馈 东哥实地调查 目击者并不能确定那人就是维杰 也不能确定那辆黄车 就一定是山姆的黄车 因为附近有个大学老师也开着黄车 然而 有一条信息引起了东哥的注意 维杰的女儿小安 跟山姆参加过同一场下令营 东哥决定从小安着手调查 学校 小安上课的时候被老师叫走了 他看到了一旁的警察 下意识地再次紧张起来 但马上又想起了父亲的话 稳定了情绪 小安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面对众人的盘问 小安表现得落落大方 淡定从容 撒起晃来也没有半点破绽 我跟山姆不熟 而且野营之后就没有见过面了 这两个月的两个月 即是两个月的两个月 参加了你的家庭 没有 而且这两个月的两个月 还没有在家庭里 你去哪里的家庭里 你去哪里的家庭里 在庭里的庭里 庭里的庭里的庭里 我们都在那里 老高这回没辙了 所以说野营之后 你就没有见过山姆是吧 是的 东哥就此解除了对小安的怀疑 紧接着来到维杰家 妻子显得有些神色紧张 认识山姆吗 不认识 见过这辆车吗 没见过 东哥交代了来龙去脉 直接挑明了情况 老高表示 见到你驾驶过山姆的车 我们认为山姆来过你们家 没了两个月 我们五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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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老高怀疑 Не开山姆车的事情 你怎么解释 回答有什么用呢 他跟我有矛盾 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会说我撒谎 行 那你直接告诉我那两天的细节 老高说看到我 要么是他撒谎 要么是他搞错了 因为2号3号我们全家都在省城 10月2号5点半 我们坐公交车去省城厅京 晚上住了旅店 3号去了餐厅 然后看了电影 最后坐公交返回 所有的发票我们都保留了 你保存这些票据 就是为了给我们看的吗 长官 我们是小康之家 有定期检查账单 找出不必要开支的习惯 一心人无话可说 这才打道回府 果然情况汇报给辣姐后 辣姐决定对一家人 进行分开审讯 发票日期有可能是伪造的 但真实的行程和经历 他们总伪造不了吧 结果一轮盘问下来 一家人的口供基本一致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一致 因为维杰事先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说一样的话 他们就会怀疑 尤其是时间 我和妈妈会说准确的时间 你们可以说的模糊一点 他们会撒谎 说我们说了不一样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表述 于是小女儿总显得特别坚定 一个小孩子能这么坚持自己的口供 这并不正常 警局门口 老父亲正召集居民要人 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印度电视台也打来了电话 辣姐选择暂时放人 她的直觉隐隐告诉她 这一家人在撒谎 第二天 辣姐把所有相关人士都询问了一番 从公交售票员 到酒店前台 到餐厅老板 甚至电影放映员都找了过来 一一确认2号3号的事情 结果每个人 竟然都能清楚地记得维杰一家 甚至跟她的对话细节都很清楚 辣姐很郁闷 看来这家人2号3号真的在省城 那就不可能跟山姆有什么关系了 打电话给高马严德大师 大师也确定维杰一家听了自己的奖金 因为他从不会重复自己的奖金内容 但有可能是其他人告诉了他 但不可能有人记得所有细节 辣姐十分挫败 终于有些慌乱了 丈夫表示 所有的证人和证据都对她有利 或许我们调查的方向错了 辣姐仍然相信自己的直觉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盘 她盘出了维杰的底细 维杰精通多门语言 并酷爱电影 她声称自己可以在电影里学到一切 从不错过任何一部能看到的电影 电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辣姐问公交车售票员 你每天见到无数乘客 为什么对25天前的一个乘客 干了什么去了哪印象如此深刻 原来几天前维杰曾带着一家人 刻意地给售票员灌输了自己二号去厅京三号去餐厅 去取款机取了个款 然后做他车的事情 同样 维杰自己主动来到了电影放映室 找放映员聊天 告诉了他自己带着一家人 二号去厅京三号去餐厅 然后来这里看过一场电影 餐厅老板助手 所有人都是最近被维杰刻意灌输过的 他甚至主动给人讲了经书里的故事 引人好奇和询问 再趁机给人洗脑 而高马颜德大师也打来电话 维杰有可能没去过现场 因为他会把奖金内容课程DVD 寄给有需要的信徒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 取款机录像 警方调用10月3号的取款机录像 结果竟然真的看到了维杰 一切都结束了 所有人都在浪费时间 摄影机不会撒谎 维杰一家2到3号就是在省城 老毛深算的辣姐还是不服 他突然想到 有可能维杰知道我们会查看录像 而且他故意让我们查录像 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 所有的线索都在辣姐脑海中连珠呈现 一切突然后然开了 维杰驾驶山姆的车10月3号去了省城 处理完山姆的车后 他来到餐厅 买了奶油面包的外卖 然后去电影院买了4张票 接着去公交站 然后去取款机取了钱 第二天带着一家人去听听现场 没赶上于是买了DVD 接着住旅店改登记部上的时间和人名 取餐厅 点同样的奶油面包 买单时跟店主友好交谈 然后一家人去看电影 和放映员混熟 下公交后假装去取款机取款 实际上并没有进去 回家后 一家人仔细看了奖金录像 接着毁掉了所有的票据 他给我们看的是他3号的票据 几天后 一家人又去了省城 他又一次见了那些人 非常巧妙地跟他们交谈 暗示他们自己2号3号的行程 因此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做了伪证 相当周密的计划 违禁之际 只有老办法 驱打成招了 接下来就是一段 惨无人道的逼供大戏 一家人被押到辣姐家 关起来无情柔烈 每一幕都足以给小女儿 造成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但好在姑娘们死不认罪 全程守口如瓶 而且维姐早就预料到这一切 提前做了安排 辣姐屋外已经挤满了 围观的记者和居民 跟珊姆一起偷拍视频的男孩 交代了偷拍小安的经过 辣姐心里基本猜到了个八九不离十 她勒令老高对小姑娘下死手 无论如何也要撬开她的嘴巴 果然小女儿终于崩溃了 她交代了二号当晚的所见所闻 一行人赶紧转场 来到了院子里的埋尸现场 警戒县内 警察们挖掘着期待已久的实锤证据 警戒县外 围观的记者和人群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警察私刑逼供和老高公报私仇的传言 已经散不开来 辣姐的情绪终于压不住了 柔软的母性内心击碎了她坚硬的外壳 她感觉自己可能无法接受即将出现的一幕 麻袋惊陷 一阵恶臭四散开来 原来他们挖出来的不是人 而是一条死狗 看来一切都还在维杰的掌控之中 警察公报私仇冤枉好人 群众看不下去了 现场爆发了一阵骚乱 印度电视台曝光了警察的恶行 将此事定性为怀有敌意的报复行为 老高和所有负责此案的警官都被撤职 检察长辣姐被无限期停职 法院对维杰一家人下了保护令 如再有提升 须经法院同意 此一一维杰完胜 警察惨败收场 生活归于平静 妻子问维杰 我们的所作所为伤害了辣姐一家 这样做是不是不妥 维杰表示 悲剧已经发生了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受伤的将是我们 一个人不能没有家 为了家可以做任何事 哪怕这样做很自私 我理解辣姐 但我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后悔 妻子还有一个疑惑 后来 辣姐夫妻私下邀请了维杰会面 不是以警察的身份 而是父母的身份 他们后悔对儿子的溺爱 并对之前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 他们将离开印度 去伦敦开始新的生活 走之前 他们希望维杰告知山姆的生死 好让他们把悬着的心放下 打消对儿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维杰没有直言 而是委婉地表示抱歉 我小学四年级毕业 没什么追求 家人就是我的全部 我想说一万个对不起 这是我内心真实的声音 但我们无法承受更多 我的家庭对我太重要 那一刻我有些分不清对错 就这样 两家人算是达成了和解 故事的最后 维杰去新洛城的警察局签字 新任局长威胁道 你一定很自豪 以为你愚弄了所有的警察 你给我等着 一旦尸体被发现 我们就会把你绳之以法 我会在这待两年 你走着瞧 维杰则前证地表示 不 局长大人 我没有愚弄警察 我很尊重警察 我相信你和你的警察局 会一直保护我 说完转身离开 Zither Harp Baby I need light I need fire I need to know That I'm alive Cause I need love Baby I need love 三号夜里的埋食现场 和此刻警局的建筑 叠化在一起 我们这才意识到 原来山姆长眠之所 不在别处 而是新洛城的警察局之下 被钢筋和水泥封印了起来 只要警察局还在 维杰一家就永远安全 这时候再品这句话 一羽双关 妙不可言 这波操作 搜到爆炸 全篇完 恭喜你 又跟着扁斗戏品了一部 精彩的高分印度电影 作为一部 一支舞都没跳的 硬核悬疑片 误杀满天际 成功地把最大的悬念 藏到了最后 交出了一份 令人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满意答却 好电影就是这样 总是藏着很多 能够深深抓住 人心的真实细节 维杰被老高发现 破绽时的犹豫和纠结 大女儿第一次 面对警察时的崩溃 妻子的惶恐和说漏嘴 小女儿被各种 震撼三观的操作 吓得懵逼到招供 辣姐兼具狠毒坚硬 与母性柔软的两面 这都是真实的反应和细节 维杰和辣姐 两个人对家人的守护 都超过了法律的界限 正义与爱 情感与理性 在片中展现出了 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都是真实的生活 人物因此而丰满 故事因此而可信 还有 男主竟然通过 看电影学知识 这也给了观众 以深刻的启示 多看电影 多看好电影 多跟扁斗 去拉偏戏片 不仅能体验 不一样的人生 还能学到各种 神奇的技能 关键时刻 或许能够 保护你爱的家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扁斗的解说 别忘了关注我的 微信公众号 BTCmovie 这里有各种 好看的剧集解说 几十万小伙伴们 在这听扁斗讲经呢 啊不是 听扁斗说句哦 看剧就来扁斗的 私密频道 咱们下期见 拜拜